傳奇歌姬鄧麗君 已經離開了我們25年 香港鄧麗君歌迷會為紀念偶像 在港鐵中環站舉辦一個回憶展 首次展示鄧麗君多項珍貴物品 包括照片 唱片封套 紀念車票 鄧麗君的微型雕像 鄧麗君顧居無形 以及鄧麗君向歌迷會送贈的衣服和飾物 一位由70年代已經是鄧麗君歌迷會會員的 忠實歌迷鄧女士 都分享她對鄧麗君的回憶 在這時她真的很疼愛我們這班歌迷朋友 她真的沒有當我們是歌迷 你來香港 我來香港你們又出來 她沒有 她真的當我們是朋友一樣 這樣 所以我們怎麼說 這班人到現在這麼多十年 都是這麼喜歡她 我們從來沒有當過她們走 特別是我們會長 她亦亦亦當鄧小姐在生 聽說你當時也有機會煲湯給鄧小姐喝 你是哪裏查到的呢 剛剛聽你說的 有需要她會去找我 她不是說一定的 如果她在香港開演唱會需要就不會的 很想知道她有沒有特別喜歡喝哪種湯 她那時最喜歡雞湯 但我最不想煲雞湯 為甚麼 雞湯肥 肥膩 對唱歌不好 是 所以 她喜歡 她喜歡就吃豬 煎皮擦筆 那不就沒那麼肥 是 即是去一點油 去油 對 骨子沒那麼多油 是否都幫過很多次 很多次 是 她有甚麼評語 沒有 就好了 一個字 鄧麗君歌迷會會長張艷玲就表示 希望參觀者可以從大約一百件的展品當中 感受和了解到鄧麗君在六十至九十年代的輝煌時刻 並且重溫鄧麗君的魅力和風采 然後